谭台晋和念白宇都是一月族人 他们拥有跟鸟兽沟通的能力 谭台晋的母亲是一月的公主 对念白宇的家人有恩 所以念白宇忠心耿耿跟着谭台晋 是谭台晋最信任的侍卫 白宇这个人向来话很少 却看得很透彻 知道谭台晋喜欢夜西雾 也明白夜冰尝试朵白莲花 所以她一直是站在夜西雾这一边的 希望主人跟夜西雾有个好的结局 但是谭台晋的疯狂和古怪 超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她爱夜西雾所以要杀萧领 害怕萧领这个情敌抢走了夜西雾 但她不该借用夜西雾的手杀萧领 更不应该听信了夜冰长的鬼话 误会夜西雾在自己的食物里下毒 所以夜西雾才会那么的绝望 打入锁魂钉子让谭台晋杀了自己 谭台晋怎么可能杀夜西雾 她只是疯狂地发泄愤怒 夜西雾也是倔强得很 不想这么互相纠缠折磨下去 用自己的神髓换下了血骨 就这样彻底地离开了谭台晋的世界 夜西雾死后 谭台晋封批到放火烧自己殉情 念白宇及时发现就走了谭台晋 并故意告诉她到鬼哭河去招魂 或许能够复活夜西雾 这才让谭台晋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谭台晋在鬼哭河招魂的500年 念白宇不离不弃地守着她 后来还跟她一起去了逍遥宗 在逍遥宗遇到了兰安的女儿福牙 两人相恋后结婚成家 念白宇也算有了自己的归宿 而谭台晋也遇到了黎苏苏 希望这一世能有个圆满的结局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